大家好 升旗易得道 今天是2024年11月5日 今天是星期二 我們來到星期二的時間 我們繼續跟大家揭露最新的香港時事 我們今天也來到農曆年10月初五 我們 今天11月5日 將會 是格拉斯哥會議的時間 也是 也是 示威活動的時間 在4日的網聚 也是圓滿完成 我們 這次雖然去到格拉斯哥 也是不算少人的 所以在昨天的活動 我們的民運朋友都過來了 導致這個活動相當成功 相當熱鬧 我們能夠介紹很多網友 去認識一下 內地民運人士 其中一個我覺得 最大的成功的地方就是 想告訴大家 其實內地的這班朋友 全部都很有心 希望大家就是不要 經常 看著一班香港 不掌盡 甚至乎 互相掛著 被搶利益 的一班人渣 去做事 如果你往往是看著 走不同地方的一班 是人渣 基本上整個世界沒有任何的地方 是值得你 去保護 正如我們昨天 所說 就算是台灣 還有很多無知 的人走去支持劉德華 甚至乎出來譴責政府 說政府不要搞那麼多政治 說叫台灣政府 而中共就出來力挺劉德華 所以如果你看著這班人 你就會覺得台灣是該死的 所以 大家應該放下 這種想法 思維方式 這節要回到正題了 這節要繼續跟大家說香港的餐飲業告急 連 是香港的其中一間餐飲業的巨企 叫做大快活集團 大快活集團也 剛剛發了刑警 就是說 今年中期 盈利大倒退 盈利下降是去到50%至60% 是超過了一大半 盈利大跌的原因 當然是跟這個生意大跌有關 現在普遍那個 是上市公司 全部都將 生意的失敗 歸咎 是北上消費的 相關的公告都說是跟本港居民 在北上消費有關 導致香港的店舖表現未如理想 到底這樣是不是 完完全全 就是現在香港做不住的原因呢 當然我也同意 就是肯定北上是導致 很多消費不再在香港進行 尤其是餐飲業肯定是大受影響 但是香港還有一個大問題 是香港這班商家 根本沒有面對過 就是香港現在 其實是一種報復性拒絕香港消費 而這個 報復性拒絕香港消費的最根本原因 就是跟這個 香港的政治 有關 還有一個比較關鍵的因素 就是早前也跟大家曾經分析過 就是香港 其實現在 那個物價 是叫做 不跌反升的 經濟變差 但是民生的時學 包括最基礎的飲飲食食 全部 是叫做質素下降 但是 成本大增 這個在很多的經濟體裏面發生 這個也是叫做經濟衰退的 經濟衰退不是 所有東西變便宜的 而是很多 必需品 日用品 是全部變貴 而奢侈品 價格普遍大跌 包括靚標 夏明牌 夏明牌子店舖不用說了 你看尖沙咀就知道了 尖沙咀這個叫1881 原本就是專門做名牌生意的一個商場 現在裏面十失九空 即是說 那個奢侈品市場 是接近在香港完全崩潰的 大快活就是應該定位 跟民生事項有關 結果也有不少的網民出來揭露 其中一個大快活做生意做不住的原因 正正就是 食品質素正在下跌 份量正在減少 但是價格就不斷加上去 香港現在出現了惡性循環 因為 不願意在香港吃飯消費的人增加 香港的店舖的成本 成本沒有辦法降低 由於沒有辦法降低租金 他們只能夠繼續降低生產成本 或者將提供的食物的份量再減 我吃 香港 的貴飯 但是你給我的飯 和菜越來越少 即是 相對價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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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是正在加價 而且是大幅加價 到底還想不想在香港吃飯呢 結果 就是你 越將質素降低 將份量降低 越多人不想在香港吃飯 越多人不想在香港吃飯 導致 需求大跌 更加做不住 企業無法逼迫 這些情況全部正在香港發生 大快活本身以快餐廳的角度來講 他已經不是一線 即是說 通常那些人比較 大快活肯定通常都不排第一 通常都排第一是大家落 既然本身已經不是一線 現在還要面對 就是多方競爭 再加上香港人不願意消費 根據我們現在對香港的市況的了解 就是說 有些 店舖可能還是會稍微有一點點人氣 但是除了那些店舖之外 基本上全香港都可以用極度蕭條 來形容 吃快餐廳當然也 沒有甚麼 特別享受可言 有得選擇 通常你也不想吃 沒有得選擇才要吃 但是相對價格正在上升 也就是說 也是增加誘因 人們寧願不吃 更加恐怖的是甚麼 就是現在這種經濟衰退 但是 生活所需 成本上升 這種 惡性循環 是看不到有任何的因素是忽然之間改變的 接下來 今天 美國時間11月5日就是美國大選 我稍後還會繼續說特朗普 很持平地說 特朗普 如果上台 當然有很多事情會發生 而那些事情 是我也非常樂結 我稍後再說 現在利好因素就不會出現 如果特朗普當選 對香港來說 當然是藍絲的角度 還有建制派 這個絕對是壞消息 因為意味著 中國大陸肯定 不是要面對熱戰 而是要面對經濟戰 這節說到大快活 最後還有少許資料補充 我認為大快活有一尾 是食拔 是好過大家拿的 就是 是紅豆冰 這個叫做大快活 的雞腿加紅豆冰 以前我在金鐘是光顧得很多的 已經是很久之前了 不知道到底今天 大快活這個下午茶 是不是還可以繼續維持 好 我們這節時間 跟大家暫時說到這裏 敬請各位 記得繼續做好 支持六部曲 還有記得 繼續運用免費模式支持我們 我們這節時間暫時說到這裏 大家好 歡迎來到我們黑池的酒店 我們為了 香港人 提供一個很便宜的居所 大家剛剛來到英國的時候 其實是很難即時可以找到屋租的 所以我們為大家提供一個廉格的暫住服務 大家可以用一個很低廉的價錢 租住 我們的酒店有單人房 有雙人房 有家庭房 每個月有300磅左右起 提供一個短期的居所 只是收一個月的安金 大家當然最少住一個月 所以 價錢不是很貴 也不需要帶很多錢才可以來英國 或者經濟方面 不是那麼鬆動的朋友 提供了便利 我們也有旅遊包車服務 可以藉著由不同的地方 接送去到黑池的酒店 如果大家有需要的話 可以直接向我們的酒店負責人聯絡 繼續節目之前 先要多謝Surfshark VPN支持本台 Surfshark VPN可以保護你的個人資料被盜取 避免被黑客盜用信用卡 上網可以體驗沒有廣告 沒有彈出視窗 沒有追蹤的網站 粉碎審查制度 可以幫助你繞過政府的審查 隱藏你的網上記錄 可以自由訪問新聞 娛樂和社交媒體 100個國家3200多個伺服器 可以看Netflix和Disney Plus不同國家的節目 不閒裝置 訂閱Surfshark可以一家人用 多少部手機電腦都可以共用一個帳戶 還未安裝VPN的朋友 記得快點安裝Surfshark VPN 多謝